还是恭喜鼠星能够拿下的比赛成功晋级 先跟我们整体复排一下本场比赛吧 我觉得这一场球还是非常的艰难吧 然后我觉得皮切对于可能对他最近的这种状态 包括成绩都有所回升也越来越好 也其实在赛前也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 就是觉得他今天这种球会手感非常好 整个球上质量也非常高 但是到了第一局的时候还是有些球 还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然后导致9比9那两个发球有一些乱 但是其实也是没有发到第一个9比9那个长球 如果发到的话可能整个局面会好一些 然后我觉得好一点一点还是在于第二局4比1落后的这种调整吧 能尽快的这种去追平 然后去反超比分对于整场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节点 那我们看到最后一局也是被对手也过追分场 当时是自己发生了什么 其实打到那会儿的时候 有自己没做好的 也有对手打的好的一些球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吧 还是说对于在GP6交完暂停那三个球还是有一些着急也好 反正没赢的话可能就会这种结果论吧 就会觉得还是有一些过于的着急 第一个球可能有一些保守 第二三个球还是有一些着急吧 然后最后下一场林中勋啊 也是刚刚战胜了队友来说 怎么准备下一场比赛 我觉得跟林中勋也是老对手嘛 我们刚打完这种亚运会的比赛 我觉得也是非常强大的一名选手 自己刚才打也是非常的困难吧 每一场球 所以说还是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 去打到前八了去享受比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